好 歡迎回到進展全球週末特條 上一段節目我們提到 其實Netflix股價下滑 還有訂戶的流失 我們從實際流量來看好了 其實在兩年前 Netflix他們是台灣流量跟使用者的第一 那主要是因為他們很早就打進國際市場了 所以他們在亞洲 現在還是有壓倒性的優勢 但其實相關的競爭者 包含像是愛奇藝 或是我們講比較國際的Disney Plus 因為就有外媒指出囉 他這樣子已經先搶先進入優勢 可能會在2025年被迪士尼超越 所以說老師認為有沒有可能 真的最後Netflix這個龍頭地位被超越 再來就是他們積極補救 你剛提出的評價方案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還要來打擊共享賬戶 這些策略真的有辦法來挽救 他們現在節節下滑的業績 或是訂戶樑嗎 我自己對Netflix還是看好的 因為他們有技術 然後他們有數據 在於如何使用數據來媒合內容和觀眾之間 我覺得Netflix仍然是具有關鍵的能力 就這個Data還是非常珍貴的 我覺得Data是非常珍貴的 因為在過去其實我們說電視收視率調查 提供的是總體數據 告訴我們有多少比例的人喜歡看什麼東西 但Netflix掌握的是個體數據 他知道誰看了什麼 這個數據可以發揮到很大的功效 因為這個數據是過去傳統的營業者根本無法取得的 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數據 後續做出什麼樣的策略 或是在應用商業模式上嗎 過去一年在美國的科技和媒體的大會 大型的商展當中 討論最熱烈的就是關於下廣告的 各種軟硬體技術還有演算法 這些我相信Netflix以及其他的媒體巨頭 都在積極的部署跟研發 除此之外Netflix還做了幾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我片面收集到不同的消息 未來他們會有更多自己投資的電影 會先上電影院 像前幾年鳥人 他們也要上電影院 所以未來他們這部電影 不見得是在獨家Netflix平台上面 也會上電影院 對 像前幾年那個電影鳥人的導演 他有新作叫做Bardo Netflix的高階主管就說 這片一定會全球的觀眾 只要你想進電影院都可以看得到 這為什麼 因為如果有觀眾願意付更多的錢 然後來享受大螢幕 何樂而不為 所以他們會重建這個 院線電影的這個窗口期 另外Netflix也默默的在法國 還有一些不同的市場 開始嘗試免費的這個串流平台 或甚至是走傳統電視 有時間節目表 叫線性媒體的這種串流平台的運作方式 那我做了一些研究 這種類型的串流平台 非常適合處理什麼呢 就是舊的內容 就是老片 然後話題已經過去了 大家已經遺忘了 可是我們仍然開闢了一個 存免費 有廣告 然後還有一些額外的 時間節目表的限制這樣的平台 然後來播放這些老片 就像我們在家裡看電影台的感覺 對 未來這類型的串流平台 大家說是把以前的電視台 移到串流平台上 頻道可以隨選 內容就要跟著節目表走 那這樣的模式背後的益處 或是說它可能會激發新一群的用戶嗎 對 這樣的模式其實就是回到過去100年 整個電影電視固若金湯的商業模式 就是我們內容創造出來之後 經歷過不同的窗口期 第一個窗口期會是最貴 跟消費者收最多錢的 是電影 電影下檔之後進入訂閱制 沒有廣告的電視台跟串流平台 然後過一段時間再進入 你我家裡的電視 你我家裡的電視 然後免費的這些平台 是經過不同的階段 讓同樣的內容可以觸及給 各種各樣的觀眾 來創造最大收入 所以說看似一個創新的平台 創新的方案 它最後終究也是要去參考 成功的傳統經驗 才有辦法開創出 我們以後變現 我們可以持續成長的路 我知道要解釋對嗎 對 其實Google的 是必須的 首席經濟學家叫做 Health Variant 他有一句話說 科技不斷推陳初心 但是背後的商業原理不會改變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也看到同樣的事情在發生 最終還是回到了傳統媒體 經過幾十年演化下來的商業模式 可是他們認為用戶是可以接受廣告的嗎 我確定我就是不想要看廣告 因為現在你為了要賺錢 所以你就要塞廣告給我 你有沒有可能引起訂戶的反彈 你不想看廣告的人 你就是買這個高價版的方案 這就像航空公司 它會推出商務艙跟經濟艙 然後不同的旅客各取所需 接收到的商務艙我們就想要聊 其實現在電影院越蓋越豪華 越蓋越高級 進去可以直接躺著然後享受 拍過星期大戰的導演 Jazer Rook 他就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以後我們會有更少電影院 但是是會更豪華的設備 然後更巨大的電影院 看起來現在已經實踐了 其實經過疫情的衝擊 存活下來的也是這一些豪華的 因為就像老師剛剛提到的 有那樣需求的人他會願意去消費 他想要享受來高質感 那你認為說電影院現在在疫情後的功能是什麼 會不會擠壓到藝術片的生存空間 還有整個群眾的這樣的模樣跟走向 我覺得從蜘蛛人無家日到捍衛戰士的續集 我們都看到對於那些有大螢幕魅力的這些大片 觀眾仍然買單 所以他們創造的票房不輸過去 可是因為串流平台的存在 我們大家在自己家裡面就有看不完的戲劇內容 所以我覺得觀眾走進電影院看片會變得更挑剔 挑剔來這兩點 第一個是我需要這個電影院的環境更舒服 可能座位大乾淨然後通風良好等等 第二個就是哪些類型的電影能夠吸引我進電影院去看 走進去看 對 哪一些類型呢 哪一些類型 覺得可能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這些超級英雄片 對啊 大片 你看我就是要去電影院看阿湯哥的這個戰鬥機穿過 我覺得它的那個視覺效果需要非常的美 然後整個聲光可以讓人沉浸在其中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傳統很多大家喜歡進電影院看的那些中型預算的電影 就是劇情片或者是喜劇 文藝愛情片 文藝愛情片慢慢沒有了 在電影院沒有了 對 那未來想收看這樣藝術片的用戶 他們只能選擇去 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會都移到串流平台上 像你剛才提到的藝術片 我倒是覺得串流平台的存在 可以放像是去年游牧人生這樣的電影 如果以前靠電影院的話 這種電影可能就是在那個 LA跟紐約兩個城市少數的戲院上映 但現在透過串流平台 各個城市人都可以看到 所以串流平台好處你看喔 它又可以掌握到各種分眾族群 並且小眾的口味它也可以滿足 這個也就是現在電影院跟串流平台 他們已經成功發揮各自不同的功能之下 你可以看到未來的走向跟趨勢 所以老師認為說 在役後電影院它還有什麼樣的 非常獨特的優勢 就是可以完全超越串流平台的 我覺得它不能夠超越串流平台 而是電影院跟串流平台各自發揮不同的功能 那有一些電影它從特性上面 就是有大螢幕的魅力的大家去看 然後電影院還有一個效果 就是它更適合這種群體社交的活動 你知道你是跟一群人在一起害怕 或者是一起哭一起笑 那個感覺不太一樣 好 所以現在看起來呢 新舊得要交融 商業模式也是 就算是新公司 我們也可以來參考過去 已經被印證且有效的傳統商業模式 那其實最近呢 包含各大電影公司 還有傳統媒體 他們也是看到了串流平台有商機 所以反過來是砸大錢投資內容 所以現在回來 我們要去談好 現在整個影音的產製 還有內容投資的行程